各位,第三代蛋蛋機呢 前幾天 也就是上個禮拜的時候 韌體又升級了 我想應該幾乎有買的人都已經受到退播了 你只要連上網就可以很快的把韌體的更新 第一個就是繁體中文的部分呢 它支援了更多我們台灣人的口語 例如說你可以說美國總統川普 他就會幫你翻譯成Trump 就很標準的 在之前的話呢 或者說你用其他家 你可能在講說特朗普 然後他才知道說那個是美國總統是誰 所以這個地方它有符合我們台灣相當多的用詞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之前有很多的朋友都很希望就是說 例如說查詞啊 或者是在祭祀的功能呢 能夠有中文的注音符號的輸入 因為之前都是用拼音 那個漢字拼音的一個方式 老實說 台灣大概99.9%的人都搞不懂什麼拼音 所以這一次呢 我們也已經把這個注音的輸入法也放進去囉 第三個我要來跟各位講一個最有趣最棒的一個就是說 你把螢幕呢往右手邊一滑 你會發現有一個什麼呢 我的單詞本還有就是什麼 就是詞書 詞書你點進去之後 它又會有很多喔 有初中高中出國大學跟熱門這幾項 裡面有很多的詞彙我們可以來學習 今天你買了這一台 然後我們也不用說常常天天在出國對不對 但是你家裡有國中的小孩 初中 那你就點初中 初中呢就有一個什麼初中必考題 這都是有授權原版授權 這都要付版權費 不是盜版的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初中必考題 那個必考的詞彙 它的詞彙量有多少 有1420個 當然它的這個單字你會覺得說 像以我們現在的這種那個成年人來看 你會覺得說它這個詞彙好像都還蠻簡單的啦 Cardy啊對不對 這是一些比較簡單的一些單詞 這個東西你可以點進去 它就會告訴你說這是什麼意思 如果你不會唸呢 你也可以去選擇 好就點它 它還有一個告訴你怎麼唸 Battle 有音式發音跟美式發音 我會告訴你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單字是很重要的 或是最近還沒有背熟 右上方還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加入我的最愛 星星 你點一下之後呢 你就可以在這一開始的這個地方 不是叫我的單詞本有沒有 你點進去 你就可以看到你想要背的這些單字 那很好玩的就是說 你除了這個東西 你還可以朗讀 我就是說你唸這個東西 它的這個電腦 它會幫你去做一個判斷 看你發音的標準程度 給你例如說 99分 100分 還是70分 50分等等 然後你就可以 再來去聽你剛剛的發音 跟它這上面的那個發音 可以再做交正 所以這台翻譯機 它不光只是一台翻譯機 它可以讓我們來學習英文 那 當然我的程度是沒有那麼高 可是我跟各位講 我之前在學英文的時候呢 我一開始跟老師學呢 我都著重在觀光英語 我到目前為止 學了四年了 其實在今年的時候呢 我大部分都已經在學什麼 學比較商用的 比較商用就是說 可能在公司上面會用得到啊 或者是說我可能到國外拜訪客戶啊 等等這方面 我也會去學這方面 然後我發現它裡面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其他 你按其他的部分 它就有一個什麼 這個叫做商務英語的詞彙 那商務英語其實它有多少 它有2753個詞彙 那當然我現在是還沒有開始去背這些啦 因為我自己的一個教科書 按著那個教科書 就每天按部就班 慢慢慢慢跟老師在學 但是如果你說你沒有家教 所以還出去外面補習班去學 比較麻煩 不然就多點喔 對不對 那反正那個不會唸 那些詞彙不會唸的 你點它 它就唸給你聽 這個學英文呢 它當然還有很多啦 在出國它這個很恐怖 它有什麼雅思的詞彙 然後託福的 GRE的 SAT的 那一大堆 那凡你喜歡什麼 就學什麼 那反正有嘛 你要不要學 那是你的事情 那如果 沒有這個你想學 它就是沒有 那有這個東西 你想學至少它有 對不對 它可以把這個翻譯機 做一個最大的 一個實用性的一個發揮 好 那我們再來講說 我其實也很常用的一個 叫做英文拼讀的一個功能 因為這個英文有時候 我還是會搞不懂 這個東西 例如說單字啊 是什麼念 你就念不出來了 可能我隨便舉個例好了 例如說 不可B-O-O-K B-O-O-K 那它就告訴你 好 輸 所以你就只要告訴它 那個怎麼拼 它就會告訴你 所以喔 如果你家裡面有小孩 或是你自己本身啊 那你想要學英文 我覺得這個功能 真的對不對很棒吧 有的那個 你也搞不懂那個 怎麼念怎麼拼 然後你說 現在還去 誰還去買什麼 什麼電子磁點 對不對 就是去 去按按按 那很麻煩 信手你拿按了馬上就可以用 所以它操作很便利 你可能會想說 那我手機啊 我也可以什麼 Google翻譯啊 那很麻煩嘛 手機 體積大 然後先結束 再去找到那個APP 點進去之後 過個一兩秒 跑出來 然後再去選那個功能 就比你這個東西 一按馬上就開機 它可以順按 順開 你看喔 在關機的狀態 這兩顆的按鍵 按下去 它馬上就瞬間就開機了 很方便 OK 那另外要提醒各位喔 那個 我們的這個保護套 之前喔 有一百個朋友 一直在講說 看有沒有辦法出這個保護套 保護套 我們真的做出來了 然後這個矽膠 船本身非常的輕 安裝也很簡單 而且你可以看得到 這邊有洞洞 對不對 有這個洞洞 你買這個東西 那我們還會送你那個皮繩 所以你就可以把這個怎麼樣 弄起來 真的出國的時候 就可以掉在脖子上 然後呢 你走在哪裡 想要翻譯 想要幹嘛 就可以直接拿起來 就直接做翻譯 你跟外國人溝通 非常的方便 然後另外呢 還有一個功能喔 這個也是 有很多的朋友 都不太清楚的 因為現在啊 藍牙耳機 當然你們看到的這一組 是我個人最愛最愛的一組 486團購也有在賣 這組耳機 比較要貴 要一萬出頭 一萬多塊 它的效果 非常非常的好 當然一般 亮麗而為 因為我自己個人本身 我是很在意這個音質的 你也可以去買 像現在有的人 好像兩三千塊吧 也有藍牙耳機 那你可以利用這藍牙耳機呢 來跟你的這個 蛋蛋機 做一個連線 那連線也很簡單 連線呢 你按到左上角 這個設置 按進去之後呢 它就有一個藍牙 然後藍牙 你就可以很簡單的 跟你的藍牙耳機 來做連線 像我現在呢 其實已經連線到了 那連線這個東西 有什麼好處呢 這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自己想要學英文 然後你要用英文 你講中文 不曉得你講的對不對 或者說你講中文 你不曉得英文怎麼說 或者是我剛剛所說的 你想要背一些單字 你就可以利用它 靜靜的 自己在學聲音 不用外扣 不會吵到別人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 聽到這個發音 如何去發 或者是句子怎麼去講 這都方便 那當然如果說 你的經濟能力比較好 例如說商用 那你就買兩台 蛋蛋機 買兩組 這個藍牙耳機 然後你這個連好性的這一組呢 就給對方 對方連好的那個藍牙呢 你拿起來帶 然後你就可以 你講話對方就直接聽到 他講話 你就直接在耳機聽到 那這當然也是另外一種 那個實用的一個方式 因為每個人經濟能力 或者是你想要實用的狀況 不太一樣 那這個也跟各位講 藍牙耳機 它也是有資源的 最後一點點時間 跟各位講一下呢 它是目前非常非常少數 真的做到很實用的 不用網路 就可以來做翻譯 的翻譯機 另外一個就是 大家比較也知道 去年我本來想要來代理 就是科大訓飛 那那一支的價格呢 大概在台灣 現在大概都是 一萬四一萬五的一個價格 但是跟這一支 價差就相當的大 那其他有的 你要是看出來 那幾千塊錢 很便宜的那一種 什麼兩三千塊 它告訴你 離線翻譯 我跟各位講 那個都唬爛的 完全完全不實用 為什麼 因為你看 我買了一大堆 這還是我放在公司的 我家裡還有一包 這還是市場上有的啊 便宜的貴的 我都有買 那我可以真的在這邊 跟各位保證 那種很便宜的 那種跟你講說可以離線翻譯 那種唬爛的 完完全全都不實用 連看樣都稱不上 就只有這一支 真的是 我們 這次去紐西蘭 還有前段時間去韓國 我都帶著它 在沒有網路的情況之下 中文翻英文 或者中文翻韓文 翻韓文翻中文 英文翻中文 它的實用的效果都非常的好 還有就是說 我那時候去韓國 很多那個字 你根本看不懂 離線翻譯 那個不用網路也可以 拍照 就告訴你 是什麼什麼的 雖然說它不是說非常的精準 但是至少你這樣看它字面的意思 就懂得它是什麼意思 所以就是在旅行啊 在生活啊 或者是說你在學習方面 真的非常的棒 今天就利用一點點時間 來跟各位講一下 486團購 第三代蛋蛋翻譯機 現在就搜尋486團購 或上486shop.com